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家伙还挺有一套的 交代情节跟讲故事一样 挺有文学性 可惜了 自己作孽 咎由自取 什么可惜 是可悲 不过就是抗审能力差了点 是我们抓住了他的把柄 铁正如山 不老是交代行吗 我说 谁发现那颗录音带的 应该记头工 你别误会 大姐我可并没有邀功勤赏的意思 林英如 我再问你 你没有到小松林去吗 我像躲三角寨那样躲着他 躲得过就躲 躲不过就敷衍 如果我过去 那就又一次送入女人之口了 所以你就让王经理去了 对吗 是的 林英如 你躲得过今天躲不过明天 你给我出来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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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奶奶别这么大手脚脚好啊 王经理 你来干什么 林总呢 请方小姐原谅 林总实在是脱不开身 那好 那我去找他 方小姐 有我在这里恐怕你走不了 怎么 你想杀我 你也知道 我王财发这条命是林总给的 我还知道你私设小金库 你是林总的供应商 我也知道你吃喝嫖祖 林总是你的保护伞 我这个不管业务的业务主管 知道的还多着呢 知道就好 为了林总的利益 我什么都做得出来 那我的利益呢 我的利益谁来管 难道我就不是人吗 我说你真的不想听文戏逼着我唱武戏 你以为我是傻子 我告诉你 度假村里有我的同乡 我早就跟他们说好了 要是我有个三长两短 就让他们去向林总咬人 难怪林总吃不消你 你就像个老鳖咬人 咬猪就不放 话干嘛说的那么难听啊 我这都是像你们这些老师学的 我是被逼出来的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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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明说了 放在你面前有三条路 你的意思还是林总的意思 那当然是林总的意思 那我倒要听听了 好 赔偿你青春损失费 一年一万 十年十万 第二条路呢 给你办护照 送你出国 日本 美国 澳大利亚 新加坡 随你挑 第三条呢 做我的副经理 也就是打打麻将 跳跳舞 唱唱歌 陪陪饭局 养你一辈子 怎么样 林总对你有情有欲望 王经理 你听好 我听着 十万不要 出国不去 副经理不当 那你到底要什么 我到底要什么 我要他对我负责 我要他实现成功 我要他跟我结婚 要结婚早结婚了 这天地是哪有像你这样 撞了男强都不回他的女人 你敢傻不傻 多敲他点钞票 吃吃娃娃 国外兜兜 需要他受着的服务 这不就是神仙吗 我不是外申 我是真心爱他 我是怨他 恨他 爱他 如果我不爱他 我早就到纪委去告他了 有多少次我拿着录音带 流产的凭证 在纪委门口排我 我是下不了决心 我是还抱着希望 希望他能够娶我 小方啊 你就是和他结婚 能有好日子过吗 哪怕结婚之后再离婚 我还心平了 我还心死了 你真是天下第一次 第一个多亲女子 如果他不同意跟你结婚呢 不同意 不同意我就把这个腐败分子 告到纪委 告到法庭 你已经把录音带交给他了 你已经没有证据 毁了一盘还有一盘 毁了十盘还会有十盘 小方啊 我现在我同情你 我劝你两句 好不好 从今以后啊 你不要再纠缠林总了 你要像从前那样温柔 那样体贴 你给我半个月的时间 让我劝劝他 让他回心转意 凭你劝他回心转意 你不相信 被他占有了十年 我也做了十年的梦 现在梦想 梦也破灭了 我要他付出带来赎我十年的梦 方陛下 你别走 你想怎么样 一个打工妹能怎么样 听你告诉林总 我方陛下 从此之后再也不会去找他谈谈 但是 他也记住了 他休想再安安稳稳地做他的老总 你 林总 你看这怎么办 老王啊 你真不会办事 为什么要激怒他呢 林总啊 这台积拳你要打到哪一天呢 他已经不是十八九岁了 他是二十八九岁 如果他告到继位 那就糟糕了 那有什么了不起的 最多是个生活问题 一个老总 搞个打工妹 我林音如 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笑资料 这新闻媒介要是一起哄 我还能做人吗 这次提拔副局长 也就泡堂了 那就 杀 杀人 又不要你动手 哈萨门子 把命搏上去 这不知道 我可以保证万无一失 这 这可能吗 我考虑过了 后天不是你妹妹的婚礼吗 只要把婚礼推迟到八点举行 我就有办法了 什么办法 开始我在婚礼的现场 让大家都看到 然后我找个借口 向乌县的高厂长接两学夫来 悄悄的离开 到公寓 把他干掉 然后把他抛到东海 后天是大潮 一下子就会把尸体卷走 完事以后我再赶回来 婚礼还在进行当中 我还可以一桌一桌的去敬酒 你不是请803的刘总参加婚礼吗 那就让他为我们证明 没有作案时间 那为什么要借雪佛兰 是外地车 就是留下一些痕迹 神仙也不会想到 更不用说查到了 天网恢恢 数而不漏 哎呀 全是屁话 那全世界哪个国家 也能有百分之百的破坏率 退一万步讲 就是803比神仙还神仙 林总 我的命是你给我 最多你当初没救活我 这一切都跟你没关系 我会全包的 老王 林总 于是 你这位老总 就批准了他的行动方案 当时 我耳边只想着那个算命人的话 你以为只要跳出这个女人的口 你这只老虎就会飞黄腾达 前途无量是吗 给我酒 来 女儿红 喝吧 不够 我去买 林荣如 我现在向你宣布 对你实行激动审查 请你签名 你慢点签 我不签行 苗探长 请你定一间三星级宾馆的标准房间 谁主啊 林总啊 我不明白 三S集团是国家的财产 林荣如 我给你三天的时间 把应该处理的事情都处理好 然后再在这上面签名 老老实实的交代材料 当然了 也包括经济上的问题 希望你反思一下 怎么会走到这个地步的 看得了 这叫气魄 叫办案艺术 什么什么 办案子也讲艺术 当然了 小猪哥 艺术 爆料 猪哥平 探长 什么任务 你们两个人被林荣如 住三天宾馆 住三天宾馆啊 我是自理啊 这 我 探长 住宾馆 吃熟泡面 有点不像话吧 丁公子 探长可没有规定你吃什么呀 这也要是自己掏腰包 山珍海味 碎鱼腔 你呀 还是发扬一下高尚风格 每天给我们送饭 行不行啊 你们听着啊 不能有闪失啊 是 探长 无头案侦破后 案子送到了检察院 林荣如的妹妹林玉如 来到了803 刘总 林玉如来了 玉如 来来来请进 请进 来 小小 倒茶 快 好 柳刚哥 玉如啊 谢谢你别哭了 别哭了 柳刚哥 你要救他呀 我也想救他呀 可自古以来杀人抵命 怎么救 哪怕无情 慈患也行啊 玉如啊 国有国法 天地难容 这也是他旧游自取 当了总经理 有了些成绩 就忘乎所以了 致当即国法而不顾 他另外还养了两个女人 经济上也有严重的问题 腐败堕落 虚荣贪欲 这小的时候 是个连鸡都不敢杀的人 发展到了这一步 好端端的人才 变成了魔鬼 作为他的亲人 他的朋友 除了痛心 怒气不争 还能做什么呀 柳刚哥 我和他相依为名 我想见他一面 玉如啊 这案子 已经移交到检察院了 要探视他 这需要检察院的批准 你帮帮我吧 柳刚哥 玉如 玉如 我尽量想办法 哥 小妹 哥 别碰我 怎么了小妹 哥 别碰我 小妹 我这双手 这双手 你小的时候 我报过你 后来牵着你上幼儿园 又牵着你的手 交给了妹夫 你手上有血 哥 小妹怕血 怕血呀 那 小妹 那你干嘛来看我 我想你 我害怕看不到你了 哥 我感谢你的养育之恩 这几天 我到处求人救你 可是 我恐怕 救不了你了 小妹 小妹 贪污腐化 唯非作歹 林寅如 王才发 聪明反背聪明物 自己走上了绝路 803日夜兼程 为民除害 又立下了新功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